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大家好 许多的人很想了解气功 也有更多的人已经进入了气功的领域 但是你所了解的气功 到底是听来的 看来的 还是你是从武侠小说里面得到的知识 不可否认现在的气功充满着乱想 有的说神道鬼 有的莫衷于事 好像每一个对气功的了解都是非常的透彻 其实我们就拿一点来做比方 古文跟现代的文字 它的解释跟它的用词是不同的 如果你以现代的想法去想古时候的用词 当然乱缘就产生了 就拿现在很多人在说 我在练小周天的运行方式 接着我就要练大周天的运行方式 但是什么是周天 在古文里的周天 以现在的话来讲 就叫做宇宙 我们认为天体的运行 跟人体的运行是相互对应的 所以天体的运行 就是一个大宇宙 而我们人体气脉的运行 就好比像一个宇宙一样 所以称为小宇宙 这就是大周天小周天的由来 也就是说 人只有小周天的运行 而不可能有大周天的运行 毕竟要运行大周天 可是非常的昂贵 那可能必须是太空科技 才能达到的